所以,海摩佛在西藏当年威风得很难,一百年左右,那个英国人,外国人多大主义承诺西藏,从印度收铁路到西藏,西藏不打应,不打应铁路,英国人按时收,收了以后没有办法,这些喇嘛全国的收海摩佛,结果是铁路收成功了, 那个有一个资料记录,英国人就看到那个从喜马拉雅生一个大主义,不晓得公主母,就好大好大下来,一跑,铁路收好都断了,没有,就不敢动手了。 说洪教的,这样修法,跟你们讲多大,是不是?就是一路修持下来,几十年,最后回家跟你传个大手印,最后的密宗,说到无上大法的时候,像我们说无上大法,那难了。 你五六百人登记,给上司,好远,要选,选到什么?把你名字都摆在那里,贴贴供养,收供养法,收副法上都进来,要灯光上副法人写了生了,你这个人得选得起,有自改,正常受罚。 听法在我们二三十个,好几百人登记,选到了,无上大法,正式也叫老规矩,贵在那里,贵到听法,那里像你们这样,像我这样也不是说吧,这个喇叨我也不会,我也不懂。 那,师父出来穿无上大法,得了,口口家告诉你,无上大法要配茶的。 然后,就归了,归了半天,抬起头来看,就跟上周没有任何,哎呀,又派个代表将去给师父,抗头师父啊, 看会我们最年生动,请你老人家快点走,好,最后吵了。 上周,我们念周周,念完了,做跪道的,双周跟张断载。 师父上那座了,下周正直,哎呀,那再叫师兄,乖乖,师兄有几千。 啊,传完了?啥传过了?不懂吗? 哎呀,我们做个地啊,好,那就传你一个词,无上大法,礼法传了,你不懂,差一点的。 这个时候没有佛像哦,什么都没有,比残堂的还残堂哦。 一切佛像形式都打破了。 最后上来,他们就重看啊,抗头啊,礼拜会了。 压抽五身。 然后,我及师父,一切不管。 下周,笑完两句,我就是父,一切不管。 无上大法。 那我现在都传给你们,还不要你们苦头,不要你们跪,都醉过啊。 所以,红教,徐教,白教,黄教,现在真正的大喇嘛,无上美法的你们汉内地,产中啊。 产中祖师,处为伴侯,早就做了。 对不起,不公正,说过多了,说过多了,说过多了。 啊,搞了一个礼拜,贴贴抗头,贴贴抗城,一下又要拿公养,一下又要写汉带,搞了半天又要上来。 好,马红,贴,下座。 对啊,这一贴了以后,外面开工,贴,随了加年来,贴。 后来我跟我的公家师父讲,他日经的福度可以做大和福啊。 而且在大赖亚这些都是他的学生,还跟我白教的。 啊,公家师父拿得了,我不是告诉你,他身体给我,他搞,大概这样搞。 我在他旁边找他,我就给他手滚了。 啊,他手就按着我头上刚好。 嗯,我知道了。 我们俩,我跟公家师父正常开玩笑。 谁敢给他来开玩笑? 但是他很自强。 我妈还交换了话。 哎,你还得妙呢。 后来,这个法门大手用场,我说,师父,我告诉你,你这个西藏的密法。 我说,我八岁就知道了。 哦,你没有忘记前生? 我说,不是了。 我乡下的那些,乡下人,一个大只不认识告诉我。 啊,怎么一回事? 我说,我们乡下怕鬼。 夜里就是夜路,怕鬼。 有鬼打墙,前面黑了。 黑了怎么办? 把衣服一拉,啊, 马上当场小别。 我小别一别就,呸!呸!呸! 就把鬼赶跑了。 整整我这话也不假的。 哦,我现在习了半天赋,到你这里哭了那么多头,原来得了一个,呸! 啊,搞个屁啊。 但是真的不真的,真的,这一生就不得了。 实际上这个就是救阴。 所以前上大街哈,去! 这是大日如来的,根本就得救阴之一啊。 是血密,满耳都要痛啊。 那多了,跟你讲不完啊。 啊,美中,哎呀,你们现在说的美中,什么五十九啦,冷啊,王叔啦,小啊。 那多的。 我说,我可以说一千个就给你。 你看,你们口本上有图案就, 图案传说也没有说过密中。 他是传说,开悟了,说一个就字。 灵得很难,你问我们老师兄。 在外面山上,我们难得念一次图案就的。 啊,念一次不敢念。 我们当时那个师父告诉我们, 普安州不要去念,念那耍声太厉害。 如果又白妈,你又续种啊。 啊,炸啊,炸啊,鸡啊,鸡啊,鸡啊,炸啊,炸啊,炸啊,鸡啊,就是这样。 就是,哎,你们普安州会不会啊? 会啊,会点啊。 普安州还在城堡上有啊。 那都是鸟啊,鸡啊,炸虫的身影。 炸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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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几家,炸几家啊,炸几家啊。 所以告诉你,你无那道一切人生该死多了, 你普安州领得不得了啊。 他有那个传给他呀。 他无那道的就会嘛。 八地菩萨的正改破了重关以后 自己都会说就是 告诉你 所以你们说三宗悟了 悟个什么 悟了 不要乱来 那么容易悟了 好了 不讲密宗 我讲这一番话 什么意思啊 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点熟悶多了 哎呀你们哪个认识的中国字 英语看起来比我好一点 我的字还会怕的 你们哪个字怕都不会怕 那些文章来写的 还是放屁狗 还不是狗放屁呢 这一点算什么 你们哪个人会说 然后什么都不说 既不败福又不上堂 你们上堂啊 这个人上堂啊 像后堂 你们念了多少就诊 念了多少诊